记者蔡淑院台中报道,并以C型肝炎患者小心式胆管癌的高风险族群,57岁的高先生有B型肝炎,定期追踪十多年,今年回诊发现胆囊萎缩,进一步诊断发现C5发烧、黄胆等症状,却发现净罹胆管癌第一期,经开刀切除肿瘤胆囊部分胆管并以小肠重建,目前恢复状况良好。 中国副医卫肠肝胆科医师杨启颖说,B型肝炎患者在十年内变成胆管癌有三百分之五,比一般人约每十分之二高出许多,而且胆管癌早期无症状,等到发烧,黄胆已经晚期,很多不能开刀,二期以后存活率仅百分之三十,提醒B型肝炎,除了注意肝硬化,肝癌, 胆管癌也不能轻忽,一定要定期回诊追踪。 杨琪寅指出肝脏分泌胆汁负责消化代谢脂肪,在胆囊储存在经,胆管流到十二指肠,肝脏长期发炎,会刺激胆管病变。 高先生经和此共证检查出胆管中段狭窄了百分之二十,疑似重瘤,在已形式胆道内视镜进入胆管,发现是一公分的肿瘤,欺骗确定恶性。 高先生罹患胆管癌发现的早两个前接受开刀手术,切除肿瘤,胆囊,四分之一的胆管,由于必须以小肠重建,进行开腹手术,在肚体留下肠疤痕。 但他说不幸的大幸,能早期诊断治疗保命,也因父亲肝癌过世,所以知道自己罹患,病行肝炎时,不会咽酒且饮食。 作息正常,但仅定期追踪,现在更注重养生,会多运动走路。 杨琪寅表示,胆管癌早期难发现,等到胆汁阻塞出现腹痛,黄胆大多未晚期,而第一期的五年存活率达百分之七十。 二期以后就掉到百分之三十以下,高腺神术后应无胆囊储存,建议少吃油腻,而且有肝炎更要注意追踪。 他也提醒民众,胆管狭窄是常见疾病,原因包括感染发炎,结石,长期喝酒造成的胰臟炎,而胆管癌的高风险族群除了肝炎,还有胆结石,先天性胆管扩张症。